打抬球必学的五个小技巧 技巧一 齿轮球 两颗球连线 对准带脚 直接打 是打不进的 但打在二号球的右侧 一号球就可以打进了 技巧二 带口球 击打进球点的话 目标球很容易被弹出来 这种球只要瞄准目标球的正中间 击打就可以进了 技巧三 角对角 如果目标球被防守住了 可以瞄准带口 石板与库边的边缘 中杆击打就可以进球 技巧四 克拉克 被对手防守住了 如果用弧线球的话容易失误 那么可以测量目标球进球点中心 与库边的距离 然后延伸同等距离 朝这个方向用中杆击打就可以进了 技巧五 移库解球 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手选择防守 那么可以目测白球与目标球之间的距离 取二分之一到对面库边就是进球点 用中杆击打就可以进球了 如果遇到对面有障碍球的话 这个球加右赛打这里 就可以进球了 这个球加左赛打这里 您学会了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抬球技巧 对面 PARA dist理 ис名 dai 吸取得到